芋头姐姐 为什么我做鸡不嫩呢 芋头姐姐 为什么我做鸡这么干呢 我觉得做的不好的鸡胸肉 简直是吃货的天敌 今天教你们两个处理鸡胸的大法 保证做出来的鸡鲜嫩多汁 柔软的像初吻 你从超市里买回来的鸡 大概是25克重 8英寸半长 5英寸宽 但是这样的鸡薄厚不一 是无法满足口感挑剔的观众老爷们的 这时你需要掏出你的突鸡宝刀 从中间横屁一刀 找出房间里的平底重物 啪啪啪啪 把它拍成薄厚均匀的肉片 得到服贴的鸡 后面教你们的做法 一定要用这样处理过的鸡哦 腌肉的春药看上去也许很玄 但其实无外乎以下几种成分 咸味料 香味料 去腥料和柔嫩料 咸味料一般是盐或者酱油 香味料就很多了 孜然粉 辣椒粉 咖喱粉 不拉不拉的 看你喜欢 去腥料一般有料酒 胡椒 葱姜之类的去腥成分 当然这几样也有香味 也可以充当香料 柔嫩料是为了锁住肉汁 让肉更嫩 一般我们会用很少的淀粉或蛋清 或者食用油 但是减肥狗为了控制热量和淀粉的摄入 放蛋清就可以了 诶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些都要放吧 这块鸡只是为了演示调料 给你们看的展示鸡啊 展示鸡啊 展示鸡啊 最基础的鸡肉 只要放盐 胡椒粉和蛋清就可以了 其他的你爱吃什么再加一两样 可别叹心都加了哈 如果你赶时间 受不了了 忍不住了 我现在叫做鸡 我推荐你直接煎 大火热锅 不减肥的宝宝可以放一点油 减肥的宝宝你给我忍着 等过热了把鸡肉漂亮的那面朝下放进去 大火煎一分钟 然后翻面再煎三十秒 时间到了迅速转小火 盖锅盖或者锡纸 焖五分钟 出锅 记得一定给鸡儿放十分钟的架 这样里面才会出水水 才会嫩的 你看成品是不是很柔嫩 如果你有时间腌制一下鸡肉 让盐分和香料充分渗透鸡的身体 我推荐你煮鸡 因为我的方法煮出来的鸡 真的和初恋的嘴唇一样嫩 大火把水烧开 把鸡儿丢进去 立刻盖锅盖关火 焖十分钟 打开锅盖你就会发现 妈蛋我人生都没吃过 煮得这么嫩的鸡儿啊 我真的是太爱芋头啦 哈哈哈哈 好了 现在你是不是学会做鸡啦 是不是不干不柴 滑滑嫩嫩嫩的啦 你学会做鸡 我实验了两周的鸡胸肉 就没白吃 爱你们呀 不好意思 只是为了给你们实验出最完美的鸡胸肉 两周的时间就过去了 接下来的几期视频呢 还是会为你们带来减肥期 不长胖的 好吃的 就算是拖延到7月也没办法啦 6月19到26这一周 我会疯狂的更新微博 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 摸摸扎 感谢观看